不得不说本次AMD在自家7000系列的显卡发布上呢 确实是比较佛系的 颇有一种我知道你很急但先别急的态度 总之呢目前看得见的一共也就三张 分别是去年10月份发布的旗舰级T900XT XTX 以及今年5月份发布的甜品级T600 对它是显卡 如果说按照节奏来看的话呢 本次发布的应该是填补次旗舰控台的7800XT 然而我们拿到手的 确实这一张有点特殊的显卡 7900G21 那么这一张显卡和7900XT有怎样的区别 性能如何是否值得选购 我们本期视频就来一谈究竟 7900G21 这个名字咋一听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犯迷糊 这到底是啥意思啊 难道7800XT换题版吗 其实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哈 早在2020年AMD就发布过类似的型号590GME 这个GME的绰号灵感呢 是来自中国12生肖 因为当时正好是蜀联 因此就是590金属版 那照这样的推断 那本次发布的7900G21 那也就是净兔版的意思了 虽然呢它的名字是叫做7900净兔版 但谁也没规定 产品的外观就一定要和名字相符吧 因此无论是一致的公版还是非公 外观上都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这一次拿到的呢是AMD的公版显卡 纯黑的设计风格搭配磨砂图层 外观虽然很低调 但精致感已经造的还是很好的 采用的是三风扇的设计 整体的尺寸和4060Ti差不多 算得上是比较小巧的了 具体来看的话长度方面比4060Ti更短 但厚度还要更厚一些 大约是有50厘米 因此属于妥妥的2.5卡槽 反正仅以手中的公版来看 机箱兼容性绝对OK 非公版的话呢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这一点大家就要看仔细了 作为7000系列的新卡 和它的大哥7900XTXTX一样 供电方面并没有使用最新的12V HPWR接口 而是采用传统的8PIN接口 双8PIN的设计意味着它的功耗肯定不会很大 至于具体有多少等会上机实测再看 视频接口方面 7900G21支持DP2.1和HDMI2.1 HDMI2.1是没什么毛病 DP2.1的话呢 因为支持的设备比较少 属于妥妥占卫来的接口 当然作为公版值得好评的是Type-C口 肯定是有的 这样你的选卡又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外观再就大致抽抽就可以了 大家肯定更关心的是它的一个参数表现 这一次7900G21采用的是 RDNA3架构设计5nm的支撑工艺 和上一代次旗舰的6800XT相比 这颗Navi31核心在流处理器上 仅提升了1% 不过对比隔壁不升反降 还是要更有诚意一些 其他方面 由于RDNA3的架构 支持第二代光线追障 赖来到3500线的架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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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张体验4K畅往2K的显卡 当然同时79GRE的发布呢 无疑也是加到了78XT的一个定位难度 毕竟按照惯性思维来看 7800XT的性能再强 它也不会超过7900GRE 倒贴也就只是接近 我猜测7800XT很有可能会在显存上面去做文章 使其更加针对2K成为4060太强劲的对手 再谈价格 如果7900GRE的价格真的和上代6800XT视频也就是5000价位 那相比性能落爆的4070能满足4K60真的它显然更符合玩家心动的刺激界定位 因此如果说你想体验10K唱完2K 那么这一张新发的A卡无疑也是交出了一张很好的答卷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关于7900GRE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还请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单步留言讨论 我是刚才我们下期再见